二个书四章十三到十七节 纳国之四章十三到十七节 是,我们有话说 今天明天我们有王母常理可 到哪里做着你 做某某的理 其实明天如何 我们不在道 我们在学习什么 我们往事直偏恐怖 出现消息就不及了 人们只等学 出现网易 我们就可以华得 也可以做些事 学做那事 现今人们建议 整款夸口 含着有夸口的 都是厄的 人家在道行乡 这就是他的权料 亲爱的弟兄姐妹 各位长辈 大家平安 在疫情期间 愿上帝的爱能力 一直保护着你们 和你们的家人 也让我们保持安静 有一个美好 与神常常交流的心境 并且常常仰望神 听他的话 我们今天要和大家 分享的题目是 生命是一场奥秘 随着年龄的增长 与生活的经历 我们逐渐的明白 生命有其可控制的意面 有其不可控制的意面 有其不可控制的意面 有可以知道的意面 也有一些是不可预知的意面 有可解释的意面 也有一些没有办法解释的 有其不可控制的 不可预测的 不可解释的意面 为生命中的奥秘 其中 包括义人受苦 我们常说好人有好报 恶人有恶报 可是我们又发现 有一些恶人 活到九十几岁 而且身体健健康康 寿终正寝 而有一些好人 却很快地就弃势了 有一些突来的灾害 是我们没有办法预测的 有人莫名其妙地 躲过了灾难 正如这一次的疫情 有一个103岁的老人 他进了ICU 后来又出来了 可是却有年轻人 一进了ICU 就死去了 穷人一夜之间变成富豪 富豪转眼变成穷官蛋 在俄国 有一位富翁自杀了 因为他的生意做得不好 这次疫情给他带来 太大的打击了 我们的生命 有一些是完全我们不知道的 是我们完全没有办法掌控的 是我们完全没有办法掌控的 可是在这段的经文里头 在13节 他提到有一小撮的人 他们是生意人 他们是商人 他们带着几分的傲气和自信 他们这么说 他说今天明天我们要往某城里去 在那里住一年 做买卖得利 亲爱的弟兄姐妹 按着原文也可以这样的翻译 听着 为什么听着呢 原文是说你要注意的听 中文圣经把它翻译成 今天或明天 我们会去到这一座城 就是这一座城 不是某座城而已 很清楚是这一座城 因为他们认为这座城刚刚开始的 这座城是有潜能去做生意的 他说我们就在那里做生意一年 我们在那一年内一定会赚大钱 师父一切都在他的计划和掌控之中 亲爱的弟兄姐妹 每一个人都有一种自我意识 可是人往往却过度的自我意识 就变成骄傲 特别是那些教有才华本事的人 就如这里描述 那些决定善于金山的犹太人 我们知道犹太人很会做生意 世界上很大的企业 都操控在犹太人的手里 所以犹太人总觉得自己高人一等 他们觉得可以掌握自己的未来 在他们的心中 我不需要上帝 而我自己就是上帝 所以英国 有一位哲学家 他也是一位数学家 叫做罗素 他在自己写的权力这本书中说 如果可能的话 世界上每个人都想当神 但是他们终于发现那是不可能的 我们真希望别人膜拜我 我们真期盼别人完全的听从我 因为我比他聪明 我比他有钱 我比他才华出众 我比他才华出众 所以你们要听我 所以你们要听我 这种自我意识 好像神明一样 这是一种傲慢 所以这种傲慢显示出自己的无知 所以十四节这么说 其实明天如何你们都不知道 你们的生命是什么呢 你们原来是一片荧物 出现少时就不见了 我们人有时候过度的自信 就是天不怕地不怕老子最大 人定胜天 老子可以掌控一切 老子可以掌控一切 老子确定自己的命运 这都是无知 这都是无知 更是傲慢 无知因为他不认识自己是谁 无知因为他不认识自己是谁 我们不过是有限的 存有 我们生命很快就过去 我们怎么可以自夸呢 我们狂傲 因为你再聪明 也仅是有理性的芦苇 什么叫做有理性的芦苇呢 就是他很聪明 他有理性 他知道怎么创作 怎么样创造自己的人生 可是他不过是芦苇 芦苇随时就会折断 芦苇随时都能够吃 所以我们必须了解 人是有理性的芦苇 所以我们必须了解 人是有理性的芦苇 这是巴士课所说的 这是巴士课所说的 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 亲爱的弟兄姐妹 我们不需要骄傲 我们不需要骄傲 我们必须要谦卑 耶稣曾经讲述一个无知财主的比喻 那财主以为拥有财富 所以他说我随心所欲 我安安乐乐的享受 一个有钱的人 总觉得自己可以呼风范雨 师父一切都满足了 不需要上帝 一个人 当他的裤带里头充满着钱 他走路的时候很轻松 如果他的裤带里头是空空如也 他走路的时候很沉重的 所以拥有财富的人 拥有财富的人 总是容易骄傲 以为自己拥有了一切 连灵魂都可以得到满足 有一次新闻记者 用羡慕的眼光 对伊丽莎白泰来说 你什么都有 谁知道他简单回答说 我没有明天 我没有明天 我可以拥有财富 我可以拥有许许多多 别人没有的 可是我的生命没有盼望 正如这一段经文所说的 其实明天怎么样 你们并不知道 你们的生命是什么呢 你们本来是过眼淫渊 转瞬之间就消失了 很快就不见了 现代艺本 就把这一切经文这么翻译 你们连明天还活着没有 都不晓得 生命正如接下来所说的 你们原来是一片荧物 出现少时就不见了 亲爱的弟兄姐妹 亲爱的弟兄姐妹 我们有时候自夸 我可以活到一百岁 我可以活到一百岁 谁晓得 有时候我们自己夸耀自己的聪明 当你一病倒 再聪明也不过如此 我们对生命是毫无把握的 特别死亡的领导 我们在他面前显得无奈 所以每一天我们都听到死亡的消息 有一些人早上高高兴兴的和家人告别 出门上班 从今以后就不再回家了 因为意外身亡 有人在路上行走的时候 被飞来的石头砸死 被从天空掉落的飞机撞死 有赛跑的剑额突然心脏病注尸 你坐飞机坐在一个航机上 莫名其妙被飞弹给打下来了 莫名其妙被飞弹打下来了 从今以后生命就消失了 从今之后生命就消失了 所以死亡当他来到的时候 所以死亡当他赖狗的时候 是我们没有办法掌控的 他随时都可以把我带走 他随时都能够把我带走 所以中东有一个故事这么说 中东有一个故事叫什么 有一个仆人 有一天跟主人说 他要到市场去 那么到了市场 很快的晶晶晃晃的就跑回家 他就对主人说 我很害怕 我遇见了死神 他穿着黑袍 他用可怕的眼神看我 我不要在这里 主人 请你借一匹马给我 我不要在巴格打 我要去他马 结果主人就把马 借给了他 他就往他马去 他就往他马去 到了傍晚 到了傍晚 那么主人也到市场去 主人也到市场去 很巧的也遇见了死神 他就向前对死神说 死神啊死神 今天你吓坏了我的用人 你用可怕的眼神看他 他吓坏了 他说没有啊 我今天没有用可怕的眼神看他 我是用不明白的眼神看他 我明明跟他约好了 是在他马见面 为什么他在巴格打出现呢 为什么他在巴格打出现呢 多么有意思啊 多么有意思啊 死神呼召的时候 没有人可以避开 我们在死亡面前 显得脆弱无力 其实死亡并不是将来的事 死亡是现在的事 而且是天天在发生的事 因此我们必须要非常非常的警醒 而且不要自夸 朱志钦在冲冲里这么说 朱志钦就冲冲来不打 他说燕子气了 有再来的时候 羊柳哭了 有再亲的时候 桃花卸了 有再开的时候 但是聪明的 你告诉我 你告诉我 我们日子为什么一气不复返呢 你现在有了一把年龄 年轻的日子已经过去 人生是什么 就是一生叹息 当我年轻的时候 少年的日子过去 当我中年的时候 青年的日子过去 当我年老的时候 中年的日子过去 接下来 还有什么日子 生命又短又苦 生命又多 又充满了喜多的奥秘 是没有办法改变的事实 所以我们不仅要学习接受它 还要智慧地去看待它 而不是逃避 我记得有一次 我跟一个年轻人 谈福音的时候 那是在火车上 我跟他说 人人都有意思 因为人人都犯了罪 他对我说 他说 请你不要跟我讲死 我跟他说 我不讲死 死也会临到我们 他说 拜托 你不要讲死 可以吗 他对死亡充满着恐惧 因为死亡是一种奥秘 你不知道什么会来 你不知道死后会去哪里 所以心中有一种恐慌 很多人就逃避 我有一次 跟弟兄姐妹到缅南去 我们到多巴湖 我们check in hotel 我们就进入房间 有人住二楼 三楼 五楼 就是没有人住四楼 我就问 四楼呢 我就问 四楼呢 他说没有四楼 为什么 因为四楼就是死楼 因为四楼就是死楼 我们华人不喜欢死 所以死就不见了 亲爱的弟兄姐 可是死亡人就在那 死亡随时都会临到 所以生命是一场奥秘 而这个奥秘叫我们惊叹 不是叫我们逃避 这个奥秘是叫人惊疼 不是叫人逃避 这个奥秘 告诉我们很多事情 我们不知道 这个奥秘跟人家打 精彩是人家不知道 相反的 你想想一下 如果你知道明天会发生什么事 大学会念什么科系 未来的终身伴侣是谁 生意事业会否成功 受数几何 亲爱的弟兄姐妹 生命从此再也没有惊喜了 她是我的老婆 我不会再追求她 因为我不追求她 她也是我的老婆 我会不会生孩子 如果我知道我一定不会生 我就不会努力想办法去生孩子 没有任何的挑战 一切的新鲜感都荡然无存 因为我早已经知道 亲爱的弟兄姐妹 生命非常奥秘 是我们不知道的 连受苦也是一样 为什么义人会受苦呢 我们把受苦和试探 探成是一种熬练 而熬练是塑造伟大人格的跳板 伟大的保罗 这个大的使徒 他身上有一根刺 上帝没有告诉他 这次到底是什么 亲爱的弟兄姐妹 他没有办法解释 他只能向上帝求 上帝如果允许 请罢这次抹去 上帝就让他在挣扎中去经历神 就对他说 我的恩典够你用 月波的苦难 他不知道原来是一种属灵的征战 这苦难乃是魔鬼对他的打击 不是上帝要我们受苦 上帝从来就不是要我们受苦 而是魔鬼在打击月波 上帝也应准这个苦难 而月波去面对苦难 使他的生命越来越认识上帝 我从前封闻有你 我现在亲眼见到你 他渐渐明白苦难所给他带来的意义 因为那根刺 使保罗变成谦和 不至于掉进魔鬼的网络里 结果完成了这根刺的使命 换句话说 生命里头很多的奥秘 我们不需要去逃避他 我们可以去挣扎 我们去经历 这是一场挣扎的奥秘 所以我们要接受奥秘的事是输野花的 不要尝试将神秘的面纱给除掉 只有明显的事是输野花赐给我们的 所以我们多谈明显的事 那些奥秘的事 就保持着他的奥秘性 不必去逃避 勇敢去面对 也不需要 自己一直说 我为什么当初会做这些事 我早知道 我就不会做这样的事 我早知道 我就不会嫁给他 我早知道 我就不会娶他 我早知道 我就不要生这个儿子 我早知道 我就不要买这栋房子 我早知道 我就不要做这样的投资 让我亏了这么多钱 千万不要这么想 因为就是不知道 何必老是活在反悔中 我们的生命 不像卡带 可以倒带再听多一次 亲爱的弟兄姐 生命是一场奥秘 所以第十五节 就要我们这样的去回应 他说 主若愿意 我可以活着 也可以做这事或做那事 我可以做这事或做那事 我可以做这事 我可以做那事 我可以做这事 是主你愿意 你如果不愿意 你如果不愿意 我要做这事也做不成 所以我需要主的怜悯 主权是上帝 恩典是来自他的 恩典是来自他 完全不像那无知的财主的口气 耶稣所讲的那无知的财主 他这么说 灵魂啊 你有许多的财务寄存 你有很多的财务寄存 可做多年的费用 只管安安逸逸的赐贺快乐吧 只管安安逸逸的赐贺快乐吧 亲爱的弟兄姐妹 亲爱的弟兄姐妹 耶稣说 你是无知的人啊 你是无知的 今夜必要你的灵魂 你所预备的 要归给谁呢 要归给谁呢 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 我们所拥有的一切 都是来自神 我们不必自夸 我今天如果弃势 我拥有的一切 要归给谁呢 所以我没有办法掌控 我就必须学习谦卑 并且对神有绝对的依靠 我谦卑 不是不得已 我依靠神 不是无奈 而是因为我认识神 祂是尘世可信的 从以色列历史 教会的历史 和个人生命的经历 我们都深深的体会 它是尘难可信的大主宰 它对以色列人的应息 它没有落空 它对教会的带领 经过多少的风风雨雨 是到今日 我们的生命 过去的遭遇 你回头想 你回头看 我怎么会走过来呢 其实神在其间 正如圣经所说的 人是虽不可信 他仍是可信的 因为他不能背负自己 提摩太后书二章十三节 所以神是信实可靠 所以我要依靠他 私人也有这种经验 所以私人去经历了神 他就对神说 当洪水患烂的时候 耶和华作者为王 所以生命中 无论遭遇怎么样的痛苦 无论风浪有多么可怕 耶和华作者为王 我要依靠他 不是依靠我自己 我会失落 我是有限 我是脆弱的 可是他是刚强的 他是创造天地的耶和华 我要信靠他 我的帮助从何而来 我的帮助乃是从创造天地的耶和华而来 他是我的好路人 即便我的人生走过不能理解的死因优故 他的战和肝必安慰我 这就是大卫的经历 他经过了被追杀的年日 他经历了人生多少的沧桑 他经历了人生走着的沧桑 他经过了死亡的忧故 可是耶和华说 我与你同在 所以他作为一个牧人 他也知道一个好牧人是怎么样的 他认识上帝 上帝是我的好牧人 上帝是我的好牧人 感谢神 我们的人生虽然是一场奥秘 可是在奥秘中间 我们又经历了神 由于经历了神 我就懂得去依靠神 所以我就会谦卑的说 主如若你愿意 我就会活着 我就可以做这个 可以做那个 要不然呢 按照十七节所说的 由于生命像荧物一样 很快就消失无中 很快就过去了 我们人生就是如此 所以我就当珍惜年日 十七节说 人若知道行善 却不去行 这就是他的罪了 这是善 圣经说要去行 我就要快快去行 在我人生还没有过去之前 还没有消失之前 我就好好把握着现在 我利用时光 我利用时光 好好地去做 神要我做的 而不要十六节所说的 那一些人夸口 这是恶的 相反的 十七节说 去行善 这是好的 这是好的 所以所谓的 现在去行善 就是珍惜你的现在 现在该说的话 该做的事 不要死后才后悔 没有说 没有去做 你的老婆 希望你送他鲜花 现在就送 不是到最后 用来摆设他的灵堂 给活人送上一朵芬芳的玫瑰花 强过送给死人贵重的花签 在追思会上 我们常常听到 很多对死者赞美的话语 可是请问 他活着的时候 你赞美过他吗 你真的称赞过他吗 你曾经对你 死期的爸爸活着的时候 对他说过 一些很好听的话吗 你在追思会上说了 他已经听不见 所以对活人一句 心中赞美的话 强于给死人 送上千元的爱意 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 当我在讲这篇道的时候 新冠疫情 已经夺走了 三十六万以上的人的生命 已经超过五百七十万的人染病了 已经超过五百万的人染病了 五百七十万 五百七十万 所以这是很恐怖的 我们的生命是很脆弱的 所以你和我 应当在消失之前 好好的行善 什么叫做行善呢 就是行公义 好怜悯 与你的神同行 简单的说 神所行的 我照样去行 神行什么呢 照顾孤儿寡妇 扶持受欺压的 并为他们伸张正义 就让我们照样去行吧 什么时候去行 就在今天去行 让我们去行吧 爱你身边的人 关照眼方需要帮助的人 让正义在大地施行 让贫穷人得到扶持 让需要人得到关注 让我们的爱 成了他们的滋润 因为这是耶和华所行的 也是我们应该行的 就在今天去行 我们一起祷告 亲爱的弟兄姐妹 请大家安静的心 请默想神的话语 生命何其短暂 你知道吗 你体会吗 你愿意让自己的生命 被神使用吗 带到神的跟前 让祂来使用我们短暂的生命 做永恒有意义的工作 亲爱的弟兄姐妹 让美美祈祷的时候 让美美祈祷在外 人是多远的 人是有行的 今美人的生命就过去了 在过去之多 让有好好地 来做主要做的工 虽然人生多远 但是人有病 做永恒的工资 来援揚主 来帮助人 让美美祈祷 求主不让地匪 往他 以狗义 来做主要做的工 让美美祈祷 我们默默地祷告 亲爱的天父 荣耀的主 求你的话成为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 帮助我们去走你要我们走的路 生命虽然是一场奥秘 可是在你那里 且有永恒的价值 因为在短暂中间 我们可以做永恒的工 在有限的日子 我们却可以做出 无限价值的事物 这是恩典 这是神给我们的机会 愿上帝帮助我们 把握这短暂的人生 在奥秘中间 仍旧依靠你向前行 做个谦卑与神同行的人 我们如此祷告 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阿们